现在我已经驶路到65号高速公路了 它的右手边全部都是沙漠 而左手却是蔚蓝的大海 这可是货身驾驶的大龙虾啊 现在看上去是不是特别的诱人 太棒了 那还好几个船上的真色的东西 yeah good looks good yes 你家中的好阿玛 就从这里啊下海 yeah 看上去是不是非常的奇怪 而传说中的那个古代的黑科技啊 丹德拉之光呢 就在这座神庙的里面了 yeah let's go ok 我想我已经找到传说中的黑科技了 那这个阿蒙拉啊 他又是个什么来头呢 所以很多的法老呢 都希望成为神一般的存在 这整块墙壁啊 全部都是古埃及的象星文字 阿拉伯的穹底 我自己独享这么大的一个区域 是不是 还蛮不错的呢 嘿 自认为自己是宇宙最帅 啊 听到大家给他起了这样的一个外号 你看那边就是日出了 不得热气球啊 都升空了 这就是传说中啊 被诅咒过的图坦卡蒙的陵墓 而这位法老啊 他真正出零的原因呢 也就是他那个神秘的诅咒了 关键是围绕着这个阿布辛贝勒神庙呢 却有着众多的谜团